今天我看到那个新闻写 中央的立法委员提议 要调整我们议员助理费 那我个人的观点是助理费也该调 但是可能那个数额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调到20万什么多 以地方议员来讲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民意代表的 那个知己条例要修改 就是我们议员的这个工作研究费 还有选民服务费 同样是24年没有调整过 就如同助理费要调涨的道理是一样 就是物价飞涨 如果说一个议员 如果他没有做副业 是一个全职的议员的话 坦白讲 这样子的工作人员费加选民服务 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现在如果说一般年轻人要来重振 坚持是全职的议员的话 一定是入部付出 不要说足以养联 我认为要让他们生活过得去 所以我认为民意代表的这个 知己条例一定要修整 就是那个工作费跟选民服务 一定要再调高